我記得阿姆尾雲他好像是不小心輸的 好像後面有很多的同儕在嘴他欸 也沒有是一小心 我覺得比賽什麼事情都會打的 就是阿姆 喔 那到是什麼啊 欸 不錯 不錯 來來來 可能是順穎還是順跟大 欸 順穎是這一版的S角嘛 是吧 對 我覺得個人是比較是3S 3S嗎 嗯 那你認為如果與他順穎的話 然後八神 這兩隻角色 因為八神是前一代的S角嘛 對不對 那這個順穎這一代能跟八神一比對不對 我覺得他已經超越八神 超越八神啊 是因為他傷害量比較大嗎 還是怎麼樣 傷害跟極度的速度 還有全角的優秀 看來看來 欸 1K第一隻他的附近 打贏了1T的順穎 欸 不是1T 1T 剛剛真的是有收到大 不然怎麼 那麼快 欸 美姓喔 這這樣子不好打 欸 說實在話 美姓我也不怎麼會打 那有軌跡真的太難看了 對 哇 那被角落槍壓著好痛苦喔 哇 沒辦法動 那鬼會馬上被抓 UK用等級的就是在等於滾 太兇悍了啊 這個大門會不會變成衣冠呢 來看一下 哇 可能會是衣冠呢 UKman你的百分百呢 你一定對大門的話 我個人覺得大門 可能會比較 吃虧 對啊 大門比較吃力吧 因為 其實抓不到軌跡 如果可以的話 一般 找到破綻 他落地的地方 用輕腳去雀反 應該是可以吧 對 剛剛那個他就是 沒有做好雀反 哎呀 可惜 可惜 小心啦 EK又是得喔 如果剛剛 選擇直接 大外哥的話 會不會比較好 胖胖一點 可是剛剛 因為這一版 大外哥雖然是最強的投技 可是剛剛那個距離有 快一格人生 我不曉得抓不抓得到 這版是不是被改成要很近身 當身才會中 沒有沒有 其實大外哥的距離比你想像中 都是 他那個 看病狂 都想像比我們中的還好 哇塞 是啊 那怪不得上次 EK被 抓得亂七八八 哇 這隻恐龍王 辛苦啦 我看到這個漂亮 欸 剛剛他這樣子架招 還來得及雀反嗎 嗯 有機會嗎 這個打背漂亮喔 喔 哇 被壓到 痛苦 喔 community 機會 有機會 muk. territory 你可以果然是傳說中的男人 對啊 不愧是擊敗我們 鬥魂 第二名的這個 奧魔瑋瑜 是啊 超強的喔 你覺得恐龍王跟大門這樣子打的話 誰比較吃虧呢 五五波嗎 但是EP 畢竟大門是他的招牌角色 沒有 我們剛講完就 ET先拿下一局了 對啊 剛講完就開眼了 傳說中的男人等一下要下課了嗎 喝口水給你看好不好 煎換你的壓力可以嗎 有啊 我說你是傳說中的男人這個 講說中的男人這又不行 這還不夠好晃 就是嘛 你打敗ET最多次的捏 你是咧 唉唷 這個這個好 順影這版改的最多的就是他的 6B後變成可以再取 可以達到蹲姿 而且慢取消的話 他的F數是加2 所以等於說對方只能選擇 乖乖擋好不能去做一個搶的動作 其實他那個快取消慢取消 真的很微妙很難看出來 很難看得出來 就是用預判的方式去看 所以說他如果是正2的話 你猜到他要6出6B 如果他是慢取消的 反倒你出昇龍會被抓掉吧 對會被抓掉 哇塞 那這 我是不是該放棄八神 我還順影好了 沒有阿現在順影真的很多 阿他剛剛出2D是比較不好 他應該出5C就可以卻刀了 這幾天看到群組上好多好多 好多的順影 我是該講說順影做壞還是講拉魯夫做壞 是1K做壞 1K做壞 不愧是傳說中的男人 扣小扣小 哇靠 哇這厲害這厲害這厲害 哎呀你看 中八強的話是搶2嗎 搶2嗎 搶2嗎 4000搶2 3搶2 搶2 你看剛剛才說他是傳說中的男人 看中國人就是誇不得 一誇就掛 可以喔 嗚嗚嗚嗚嗚嗚 這個這個 美性的他那個軌跡實在是太難抓 對 而且我個人覺得ET 給我跟他打過的美性是 當爪子丸 他那個飛的 哇塞這兇漢阿會不會帶走 欸 哇這個好猜喔 欸你是猜還是爆招勾錯阿 這位老大 是這樣子嗎 好厲害 哇傳說中的男人欸 沒有啦其實其實剛剛那個齁 如果說是猜的話 或許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其實水準都差不多 對阿 EK他也是蠻這個精神熟練的一個玩家 那那那那就是我漂亮 那那那那就是我漂亮 這是RE嗎這是RE嗎 欸 怎麼又爆招了 猜到了欸好厲害 機會機會 哇看來六波大風向 消夜又沒得吃了 衝啊EK 欸 好猜喔 兩邊都要互相猜 哇真是無恥大對決 哇 哇恐龍王欸 哇台北你要抓到台北去嗎 這裡就台北阿 這場EK有機會喔 對啊 要穩住的話 穩住的話應該就還蠻有機會的 穩住穩住 穩住 這樣會被折死喔 才剛講完而已 你要死在這招幾次 兩次了 太衝動了 我個人覺得太衝動了 他這一場其實應該是蠻有機會的 EK你怎麼了 你衝動了欸 不過我相信 我相信任何如果 碰到ET中有機會的話 都會比較失去判斷 確實 因為剛剛他那個大外哥一直在折 然後上一場有沒有 其實 好像就是固步一陣一樣 有抓空中一次了 對啊 而且如果有跟ET打過的話 就會知道他的進攻壓力 可能會比你想像中畫面上 就是你本人會感受到那種壓迫感 是啊 一起身就要拆 對對對 實在是太厲害太折了 唉真是太嚇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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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打輸又可以怪射備是嗎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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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重防對爭五唷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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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露一下喔 三強啊 我不會玩瞬影 你現在也在開始玩瞬影 那樣子 唉唷 我想不然你教我啊 等一下打什麼 沒有啦 我也不太會玩 你不是會老夫腳跟老夫手 那就夠了 唉唷 唉唷 那個瞬影真的要教一下 我真的不會玩瞬影 講坦白話 阿不然咧 阿不然咧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就坐上這裡 是阿是阿是阿 因為我們是最後一棒嘛 我的名字就是來吃飯的 對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名單就在上面 對啊 對啊 你是救援投手欸 我其實是比較想來 我比較想來打酒吧說 阿你不要酒吧 你睡到幾點你的酒吧 我就是我去看 阿你去看醫生齁 好啦好啦 喔好樂 好樂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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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們的一匹 真無 對上我們的二匹 蟲蟲 欸 蟲蟲從初代開始就在玩這個 瞬影這隻角色 你對於蟲蟲他的瞬影 在發揮上 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或是抗 我相信你 寄生蟲的瞬影的熟練度 應該是非常的高啦 因為我們剛剛 根據他的玩瞬影的經驗 他是從第一版就開始玩到現在這一版 對 而且他本人也非常喜歡這個角色 欸 還沒問過他為什麼喜歡這隻角色啊 欸這個我沒問過 你也沒問過 我也沒問過 對 可是他的熟練度 雖然是很好 可是他 蠻容易 就是 我們平常在線下戰的時候 他蠻容易緊張 很容易爆招欸 喔我相信可能就是 其實每個人打之前 我們都常說 就算你練習做到100分 你實戰的話 能發揮到70就是不錯了 那剩下戰的時候也是看運氣囉 對對對 我覺得都會有一些 實力與技術還有運氣的問題啊 那每次他都運氣特別貝欸 跟真武打其實 真武也是不好打的一個玩家 對對對 真武也是非常玩 玩很久的一個玩家 而且他的招牌角色 目前是安東諾夫 我個人覺得 大家可以欣賞 非常精彩的對決 一個是瞬影的專用 一個是安東諾夫的專用 安東諾夫這一版的傷害 多了一個昇龍去取消 EX昇龍去取消 這個傷害大幅提升欸 有點恐怖啊 四顆氣可以達到840個傷害 而且安東諾夫的血是1100 這樣會給對方比較稍微多的壓力 我記得一直都是1100啦 1100嗎 對對對 他血量我覺得是1100 哇太鬆悍了 哎呀來看一下我們統統新練的 這個納吉德有沒有辦法發揮呢 哎呀統統很痛苦啊 欸切進去囉 因為納吉德這個角色我比較沒有在玩 那胖胖對這個納吉德有沒有比較 不知道什麼意見可以 嗯我覺得納吉德齁 是在這一版是被評為是3S的角色 那他唯一強的地方是真的要玩壓劍 壓劍然後去帶入這個必殺 帶入必殺之後會比較強 那如果你不玩壓劍的話 事實上我覺得納吉德就沒有什麼發揮功能 他切也不好切啊 要切也不好切 那真魔王的影片裡面很多可以參考啊 因為他跟這個我們新竹的一位斬哥有沒有 他的納吉德這兩位真的是始祖啊 也是翹楚目前玩的最好的 那我覺得他們的影片還有包括最近網路上 群組裡面跟香港對戰的都可以去參考一下 阿俊阿俊阿俊他的那個納吉德很棒 很棒 對啊把掌哥逼到 阿俊你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是香港的不動名 阿俊是我們那個香港的一個知名玩家 不動名王 那個就是 他也是去年EBO這批的八強 嗯沒錯 對 他的這個 這個什麼 炒製阿非常了得 哇真的好壓喔 對啊 瞬影真的是不得了 欸你要叫我玩瞬影啦 這太強了啦 阿安東諾夫被打到沒有招架了 沒有以角色來說的話 其實順影打安東的話 本來就是以安東 安東會比較稍微辛苦一點 哇這傷害要死了 哇 有沒有機會一次帶走呢 哇賽 剩一點點阿好兇喔 贏了 哇 其實那個安東他只有下輕手 戰輕手跟下輕腳可以用 是比較快一點點的 嗯 還有5B 戰力5B也是他的吃飯招 是的 那 蟲蟲剛剛會跳舞 是不是因為拆他要反轉輕腳呢 要去抓頭技 有可能是因為他有一個移動頭 對 安東的移動頭那個 起始動作是跟其實是看不太出來的 如果用輕的話你會變成打直擊 那低的話會變移動頭 那就是這兩個去折 對 那可能剛剛蟲蟲已經先判斷 先預讀 那結果還是中了一下的發揮 所以結果沒想到中了一個中斷 所以結果沒想到中了一個中斷 那中招了 唉唷 還有得玩嗎 唉唷蟲蟲這次有看到喔 漂亮 唉唷 然後蟲蟲看看蟲蟲將軍的發揮 不會是第一次看他的將軍 對 蟲蟲的將軍玩得還不錯 沒有玩他不錯嗎 唉唷 前幾天我看到有人說 他的將軍跟其他人的不大一樣 是怎麼回事啊 唉唷 這個漂亮 這萬年老套路了 真武居然還是中了 唉唷 唉唷 漂亮喔 真武穿穿啦 看穿沒有用 基本上將軍現在這個角色 那基本上就算是擋到了 好像也是一個頭而已嘛 對不對 沒辦法缺乏了啦 真武做出了換人的一個動作 應該是覺得 反其量 打將軍可能會比較辛苦 會不會 剛剛他根本就是完全沒有招 招術可以 對 沒有辦法缺乏 一方面齁 格檔雖然說有氣 你要切也不容易切進去 對 果然他出了他的得力角色 蘿蔔 唉唷 這個就厲害了喔 出了蘿蔔就行了喔 那我們拭目以待喔 來看看 我們真武的蘿蔔怎麼發揮 來首先 首發是我們的八神 對上我們蟲蟲的娜奇德 唉唷 不錯喔這個下段 見到了 八神雖然在上一版的是S角 但是我個人覺得他這一版 其實沒有改變的太多 一定應該也還是有A加以上左右等 對 就算以A來說 他還是非常強勢的一個角色 對啊 就實戰中的發揮啦 目前我還是比較傾向說以八神啦 因為他要做安全跳比較好做 雖然說 嗯 套路比 對啊 在套路上真的是比我們瞬影要少很多 對 傷害上也是輸了 最少會有100吧 對 輸差不多這個輸了 對啊 再加上加上這個 我們講說支援的回收有沒有 不管怎麼樣怎麼看 瞬影都是A加以上 對 S級 國歌還是認為他是S級型的角色 果然是做壞的角色 對 不過這次大概是主角待遇啦 欸會不會 其實每一代的主角 就是不管KFU以哪一代 每一代的主角來說 基本上 主角都會有一定的強度 對 那基本上第一版的 瞬影跟第二版的瞬影不強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奇怪的 對 我反而覺得這樣才是正常 欸 這讓我想起我們去 今年年初的時候去EVO 這個跟製作人講的 我們心聲他可能聽到了 主角為什麼不能上場比賽 有沒有 看來他是聽到我們心聲的 對啊 這一次 這個瞬影的強化齁 哇 整個往上衝啊 真虎這一次調整的就不錯了 八神已經帶走了兩隻 兩隻 還包括蟲蟲的瞬影 不過現在蟲蟲齁 蟲蟲的這個 手底將軍呢 有五顆氣 所以說聲音還很難說 對 沒錯 欸 漂亮擋住了 欸 漂亮 破解將軍這個 大氣動的方式 就是在他 看到那個動畫那一瞬間 先過去 攻擊到他 那個就會取消了 哎呀還是中啦 將軍啊 在這一版也是3S的角色之一啊 也是過壞啊 波難跳 也就算了齁 回收 像剛剛那個刀員 這個 這個連段 這個B7連 的回收器量齁 也有30%以上 對 差不多了 我覺得蠻兇悍的 現在蘿蔔對上將軍 有看頭喔 蘿蔔基本上可以對波啦 我想切路應該會比較好切 對喔 欸 漂亮 欸 蟲蟲 欸 不錯喔 判斷的不錯 欸 漂亮 欸 再過去 再次看見將軍做壞的地方 對 現在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將軍為什麼做壞 而且那個已經 將軍回收快半條去 是啊 剛剛有看到嗎 欸 竟然是選擇一個 欸 不錯不錯 指令頭 欸 蟲蟲打 蟲蟲他的將軍 真的還不錯喔 對 套路會一直換 看我們真無限在 臉上沒有任何的表情啊 對啊 待會會不會來個大爆發呢 欸 現在這種狀況下 蟲蟲也不能被摸到喔 一次就帶走喔 哎呀 哇 太強了 這個 厲害厲害厲害 這個燒合點太強了 是啊 欸 有可能有沒有機會帶走咧 欸 有機會呢 這一個 看看我們重的發揮 哇 兇漢 哇 兇漢 應該是帶走咯 應該是沒意外沒 毫無懸念啊 欸 蟲蟲漂亮 西比 我們真無一個帥氣的連段 把我們蟲蟲相親給帶走啦 對 蟲蟲的老婆在後面好像 稍微 有點替他擔心了一下 是啊 但是還是有展露出他的笑容 因為他都有兒子笑一下 蟲蟲會不會做調整呢 欸 果然拿出他 初代最喜歡的角色之一比利啊 我個人認為比利這一代 這一版真的是不大型 因為太多擋住都是負太多 而且能夠缺乏 對 而且能夠缺乏 重點是他的靈魂祭 靈魂祭五席 個人就覺得好有感 硬質很大啊 對 硬質變大 對 硬質變大 然後距離感覺變短 然後攻擊框感覺變短 唉唷 從中還是很敢用 唉唷 衝啊 唉唷 衝啊 唉 不錯不錯不錯 哇 看得很強 哇 完全不給跳喔 不錯 噢 真虎的八神還蠻壓的喔 哇 剛剛那個五希可惜沒取笑 不然也可以帶到一套上一套 蟲蟲對於 直接取笑八字女龍 會帶走嗎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蟲蟲摸到也是可以喔 唉 可以喔 有嗎 唉唷 蟲蟲醒了蟲蟲醒了 散開第七四個特律沒有錯啊 如果再加上補血的話 八神大概只用三個 左右的血量 就已經帶走了 蟲蟲第一隻了 唉唷 真的很不划算阿 剛剛沒有戳到阿 成功的騙到人家一顆氣阿 對阿 差不多三個 是啊 真的不划算阿 總共有壓力喔 真虎的八神比較像是老酒吧的玩法 對 看不夠阿 稍微可以看得出來一點點 一招一死阿 哈哈 我記得這一版的瞬移 是不是打背的判定有變強 對 應該是說其實他的跳低的判定 好像一直都很強 是嗎 好像經過 因為前兩版我比較少在玩 第三版好像還有在稍微強化 只有第三版你開始賽啦是不是 對 因為很好賽 因為很好賽阿 前一版都玩機師嘛對不對 沒有中手或中腳賽的你就不要了 下流 唉唷 可以喔 沒有 其實兩方打起來都不吃虧阿 那個吃虧應該是蘿蔔吧我覺得 蘿蔔的話跟瞬影比的話 一定是 瞬影大概稍微比較佔優勢阿 對阿 因為其實在他 但是 但是真無用 熟練度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阿 是啊 駕駛還是不錯 他對蘿蔔也是玩很久 他也是幾乎 他的角色就是這三隻 都沒有什麼變過 對 一方面其實 瞬影很容易在空中改變軌道的話 打波角相對是有力阿 在空中改變軌道的這個招號 如果 像說 好比說百合 喔 直接來凹一個山去囉 唉唷 上套啦 老闆 老闆半條不見囉 壓力 對 泡泡你現在也有在玩 海迪倫的話 你覺得海迪倫有沒有什麼地方要改 海迪倫有沒有什麼地方要改阿 對 比較要破壞這些平衡度的招式的話 破壞平衡度的招式阿 好比說 好比說 這個 在板邊有沒有 在板邊 靠近板邊的話 耶克斯的鬼騷手 加上耶克斯的蓄力手 加上的蓄力 再可以接代入惡氣 我覺得這個太誇張了 嗯 兩顆氣可以打到六百以上的傷害 這實在不多耶 嗯 真的是不多見 對 真武現在穩住囉 用龜的方式 一滴一滴跟他好 難道是要打羞辱 啊這個表情 這個表情你看看又要羞辱 待會又是裸爆 其實誰輸誰贏還很難說 在資源上的話 窮中確實佔優勢 如果打得穩的話 一套帶入五三顆氣 確實 不會太 太不優勢 如果基本上用換血的方式的話 可能會稍微比較好 對啊換血的方式 對 打我們的板齊兩號 其實很難去發一般的波去 去引他過來 因為得檔對方會加氣阿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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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正午的表情就是說 你還哭啊 你還哭啊 對啊 你有夠哭的 你兩個 拉撒鬼 來 接下來是我們的誰呢 魔王對阿修 接下來是我們的魔王 我們的魔王 對 我們的魔王對上我們的台灣神修 唉呦 唉呦 基本上這一場比賽齁 就我個人的判斷齁 也是毫無懸念 對對對 基本上 這我個人是比較覺得是一場表演賽的形式 對 阿修你可以先打五千塊到那個魔王的戶頭裡面 有沒有 沒有 緊張阿 那相信大家對曾家正這位選手已經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了 沒錯 這是我們去年 呃今年哈 日本第一屆EVO的KLF14的冠軍 對 從去年開始他就 包 包贏了幾乎是所有大大小小的比賽 是啊 好比說 呃 剛舉辦的戰績也是由我們的魔王拿下第一名 沒錯 嗯 哎呀就14的實力來說齁 從以前他從02開始玩 然後到現在14齁 我從來沒有發現他有變弱啊 依然是非常的兇悍啊 對 怪物級別的齁 你怎麼看爪子對上瞬影 這個對決 呃應該我個人覺得 個人覺得應該還是會 會怎麼樣 我覺得爪子他比較算是特殊型的角色 這樣子嗎 對就跟美性是同一類的 是依照玩家的實力在增加那個 因為其實講說如果以3S角色你可能是 不會增加太多跟高手間的差距 就大家能用大概都會有一個雛形服 那爪子的話就是完全看個人的風格 來喔 欸 漂亮了一個 氣閃 立馬抓到破綻 確煩喔 其實爪子齁 爪子在 在 雖然說爪子在鑽的時候 他鑽完之後 負的非常少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確煩 那 唯一可以確煩的時間點齁 就是氣閃 一個氣閃 好比說就是剛剛那種狀況 那再來一個就是 就我知道的啦 他在飛 你知道他在往前飛 一下的時候 立馬出無敵技昇龍 這個可以 對對對 不過這個太危險了 對 我個人會比較傾向是氣閃去 去做雀反 會比較安全 哇好兇悍喔 這個獎金 看看魔王會怎麼對撤他 哇 哇 完全沒有 那什麼 哇 龍修 花了大概將近一隻半的資源 帶走了 帶走了水 對 很辛苦啊 接下來是我們的 魔王的招牌 莉安娜 哇 這個應該是帶走了 好無懸念喔 呃在 在你 JC上面齁 JC上面的 你 莉安娜跟 這個 將軍 你有什麼看法 在他的判定 及速度上面 判定及速度上面 我最近覺得將軍的判定 應該是目前也是 數一數 因為我們從 看一個S級角色 當然會先從他的前角 還有超市的優勢度 欸 複合 漂亮 雷歐娜以前的 雷歐娜以前的強度是 不用至於 但是根據 這兩三次的改版後 就是他的靈魂技術 其實有變比較差 稍微變差不低 不少 哇賽 但是在那陣子 都是用技術性的方面 來彌補這個問題 這個駕駛員太強了 對啊 我們神修還沒有看到 這個第三隻喔 看來 看這一場我們神修 做角色上的調整 有沒有機會拿下魔王一局呢 在台灣的百合好像還蠻多的嘛對不對 對 如果是以香港 日本人來說 還有中國 這三大國家玩百合的人 比起台灣的話 台灣是非常多的 玩其百合 對 那上一版的百合 個人也是認為也是A加幾張的小型 對啊 就是因為你重手拼命按啊 按無責任 所以你才會覺得他是A加吧 沒有 重手其實武器是還好 他強的是那個二星 三F二星 欸 這一版只剩下一款 五幅 只剩下 他已經改到五幅了 那剩下板騎梁是三幅選喔 對 再也沒有三幅選了吧 欸 如果以重攻擊來說的話 應該是十三百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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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會帶走嗎 會帶走嗎 對 應該是十三百公尺 是的 欸不對啊 剛剛有有有有中啊 上一版 上一版 上一版有中啊 會不會試試呢 哎呀 阿修啊 在鑽啊 又被缺反啦 啊 同樣的招式 對珍來說 又是啊 第二邊是完全沒有用的 這個 曾家正齁 他不只是合格聖鬥士而已啊 他超越了黃金聖鬥士啊 從一招用在他身上是沒有效果的 曾家正這個玩家齁 這個魔王級別的玩家齁 在插合的 在插合方面 包含 呃這個怎麼樣去按啊 來各位觀眾 剛剛有看到嗎 這個腳真的是做壞啦 嗯 好長啊 哇 應該是帶走了 沒有意外喔 帶走了 阿修行不行 穩住穩住 穩住 這個 這個 要想辦法去確保 你可以氣砸啊 這把身影真的是太強了 哇 這個打背 漂亮 這個是安全跳 那個不能動 翻轉手只要打完只要滾或是小跳大跳都是安全跳嗎 帶走了這個一次帶走了 啊這個舒服了 超人以外是一個穿痠 哎呦 這個被大場面了 欸接下來就換我們了 到我們兩個了 來來來 這邊 天啊 怎麼會悲劇呢 我一點不覺得悲劇 我媽媽 你坐在那里 坐在那裡 好 我拉 我拉 繼續 再拿回來 你又能唱的話 好 你會幫我拿個手吧 不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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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